也不只擄獲我 如果要擄獲每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的話我覺得男生 第一個就是要有肩膀 就是要負責任 然後如果我們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幫我們解決 然後未來的計畫裡面要有我們 那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極品男友的第一個條件 那一種再做三位 有符合極品男友的條件嗎 因為我本身跟他們兩個有點太不熟了 不過這個外表大概可以加98分 所以有沒有那一點其實沒有不重要 沒有關係嗎 不不負責已經不重要 因為如果可以跟這麼帥的男生在一起的話 任何責任都我來扛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請女生來選擇女生版 妳也有好多可以選喔 這是霍聖華嗎 不好說 這妳的笑容滿災爛的 我覺得這個我知道用誰 妳知道是誰要去看出來了 對啊 因為她的笑容太好認了 這位感覺就是有一點點 可能不好相處 因為她看起來好像有點開心 然後這個感覺很深情 因為她的嘴唇很厚 這是清樂吧 很性感的嘴唇 妳要這樣看一下幫她撐一下 下嘴唇好像喔 好 那來這位 這個就是有鬍子的就是很性格 感覺就是是一個帥哥 但是可能不好駕馭 不好駕馭 這個雖然嘴唇看起來運氣有一點大 可是感覺就是很沉穩 很沉穩嗎 我好像知道這是誰耶 我好像知道這是誰耶 真的假的 這好認喔 這好認喔 妳很厲害耶 那這位 對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感覺 不是我喜歡的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講 好 那妳覺得這六位如果要讓妳選 極體男友妳覺得妳會選誰 好啦 就 就她吧 因為 有一些 因為這些是 這些是太帥了妳知道嗎 太帥了嗎 我會沒有安全 所以沒有要換 對 我怕我會換 對 我要那個扛太多責任 好 那我們先來看她的下半部好了 好 這是誰啊 所以猜得出來了嗎 有 不是 你新中的答案嗎 怎麼看到下半身 好像後悔 後悔了嗎 應該不能換囉 是賀大哥嗎 還是奶 不是吧 賀大哥是哪一位賀達人呢 不是吧 玉琳哥嗎 好啦 可是玉琳哥就是非常聰明啊 然後又體貼啊 所以要極體男友 應該也是蠻符合的吧 可以再玩一次嗎 好 我怎麼會在五個帥哥裡面 我覺得玉琳哥 我覺得玉琳哥非常開心 他今天就把那個影片 就是在家裡無限次的播放了 恐怖了 還好我已經結合了 真的 玉琳哥蠻熟的 而且我每次上節目 只要有他就覺得好安全感 因為他就會很好笑 而且如果我不夠好笑 他還會cue我 讓我變好笑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會不會我們才是天生一動 好啦 就是其實我還蠻喜歡玉琳哥的啦